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植物细胞分裂的话呢 它不像跟动物细胞这样 动物细胞就是会有向内凹陷 植物不是啊 植物它不可能分裂它的细胞壁的嘛 所以呢它就是会有这一个细胞膜 然后过后就变成细胞壁 所以1 2 1 3啊 所以答案就是C OK 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三题的时候 第三题的话呢 这个它就是要你讲出正确的 OK啊 正确的 所以正确的话呢 答案就是A而已 OK啊 然后至于BCD为什么不正确呢 是因为我旁边有血啊 所以人体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四种组织啊 OK 就是会有四种组织啊 我们就是会有神经 我们还有上皮 还有肌肉跟结底组织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神经 上皮 肌肉跟结底组织啊 OK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四种 然后至于C的话呢 就是讲人体的细胞不断分裂 生长和分化 它少了一个分化 所以呢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咯 OK 然后至于C的话呢 C的话就是细胞的形态结构 都不相同 但功能也是一样不相同哦 OK啊 所以它不一样的话 全部都不一样了 OK吗 所以我在普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第四题啊 所以before进入第四题之前呢 就是我一个request就是请第20 26号的同学打开你的camera哦 然后28号也是一样 OK 26号同学 你的camera没有打开哦 还有28 28号 好 所以你的camera没有打开哦 然后前面第1号第2号也是一样哦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就是第四题 第四题的话呢 答案就是C啦 所以C就是不正确 OK吗 C就是不正确 因为C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E为神经细胞 这个就是分身细胞的 OK吗 这个就是分身细胞 分身细胞啊 所以这个是分身细胞啊 所以这个呢 是 这个呢 不是神经细胞啊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细胞分裂所形成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答案就是C啊 OK 所以这个是分身细胞啊 分身啊 好 就是 诶 等一下 不是分身啊 抱歉 OK 不是分身啊 分身细胞是植物啊 抱歉 抱歉 这个是人类啊 所以第一个呢 它其实不是分身细胞啊 你要写的话 你就写干细胞咯 干细胞咯 干细胞咯 干细胞啊 不正确啊 错的啊 答案 我要错的答案啊 不是对的答案 因为它分裂了过后 它就是会分化嘛 所以A B D是对的咯 然后就C吧 C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干细胞 不是分身啊 我看错了 分身是植物的 OK 这个是动物啊 所以A是神经细胞 A就是上皮细胞 A就是肌肉细胞 A 所以 它们其实 A group的细胞 组成一个组织咯 OK 对吗 所以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要记下去 就是第五题了 所以第五题的话呢 就是讲到细胞分裂 所形成的新细胞 跟母细胞的功能相似 主要的呢 就是因为它们的染色质 是一样的 对吗 它们的基因 就是遗传基因 是一样的咯 所以means that 就是它们的染色质 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 染色质跟染色体 OK 我们有染色质跟染色体 所以呢 染色质的话呢 就是你的那一个 就 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咯 你就当成是 好像一条wire这样了 散乱的wire 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 它就好像一条 散乱的wire这样咯 可是呢 过后呢 它还没 它分裂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些染色质 它就是会挤成 挤成一条 反而就是 就像跟我这个画 画线这样 OK 它就好像一条 混乱的线 OK 只是呢 过后呢 它分裂的时候啊 OK 就是在它分裂当中呢 它这一些染色质 它会混绑成 一条 对吗 所以混绑成一条的话呢 它就比较容易 分裂咯 这个就是染色质 然后旁边就是 染色体 对吗 所以它就是会变成一条 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分裂咯 OK吗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第五题就是C啦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第六题 5ABD都错啊 OK ABD都错啊 功能相似 结构相似 跟形态相似呢 就是因为它的DNA一样 你看 染色质里面 就是有DNA的 OK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六题 第六题的话 植物细胞 跟动物细胞 相比的话呢 它的分裂过程中 不一样的是 植物细胞 还要形成 新的细胞壁 植物细胞 还要形成 新的细胞壁啊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一个就是植物的细胞壁啊 因为植物它不可以随随便分裂它的细胞壁啦 因为毕竟细胞壁是植物的支撑的结构来的 OK 所以它分裂它细胞壁的话呢 它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七题咯 所以植物呢 它就是会有四个组织 OK 四个组织 就是会有分身 疏导跟保护 还有营养 这四个啊 所以呢 表皮的话就是保护组织 OK 所以我们人类的话呢 人类的话跟植物是不一样的咯 人类我们就是会有上皮肌肉结底跟神经 上皮肌肉结底跟神经组织 OK 然后植物的话呢 就是这四个哦 就是分身 保护 疏导跟营养 OK 所以这四个啊 所以那表皮就是B咯 很直接的就是B 然后呢 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八题 我们吃的苹果 果实嘛 果实就是植物的器官哦 就是这样 植物就是有六个器官到完全播 然后过后我再来 repeat多一次啊 因为过后我们的作答体是有的 OK 所以植物其实是有六个器官组成 所以第八题就是 吸拿器官 OK 果实就是一个器官啊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第九题 第九题的话就是 这一个啊 这一个植物的 不同的细胞啊 OK 所以呢 A跟D呢 是营养组织 OK A跟D就是营养组织 A跟D 这个营养组织呢 它们都是负责 进行光合作用的 OK 这两个呢 它们都是叶肉细胞 OK 它们都是叶肉细胞来的 OK 这一个按不出 叶肉细胞 OK 这两个呢 它们都是叶肉细胞 OK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其实比较detail一点的话 其实你们上了高中 你们才可以看得到 OK 然后初中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上到那么多啦 OK 所以呢 这一个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两个A跟D 它们都是属于叶肉细胞 然后它们都是会帮忙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的 OK 进行光合作用啦 就是要得到阳光 然后又要得到足够的二氧化碳 等 所以呢 它才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至于B跟C呢 B是疏导组织 C的话就是分身组织啦 OK B就是疏导组织 C就是分身组织啦 OK吗 好 然后第九题就是Boy咯 然后至于第十题的话呢 第十题就是讲到 关于一棵葡萄树 和一只虚鸟的叙述呢 错误的就是Donkey Donkey的话就是请你们自己 加入这一个 这一行结构 OK啊 好 这一行结构 因为那一个课本好像是 少print 作业部好像是 少print这一行东西 OK啊 就是我不懂你们现在 新的作业部啦 新的作业部有没有print到 我就不懂 可是老师 我的这一个作业部呢 它就是少print这一行字 所以呢 请你们自己写下去 所以第十题Donkey 请你们自己写下去 所以就是细胞 组织 器官跟个体 所以我们就放Donkey咯 OK啊 所以你们就自己写下去 OK 所以呢 这一个呢 错误的就是Donkey啦 因为毕竟 这一个只有植物罢了 人类的话呢 或者是动物的话呢 人类或者是动物 它的器官跟个体之间 会多了一个系统 OK啊 所以动物跟植物 它们的结构层次 是不 不一样的 OK 所以第十题是Donkey啊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动物组织的 就是营养组织啊 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了 动物的组织呢 就是会有上皮 肌肉 神经 节地 OK 所以它没有营养啊 营养是植物的哦 看啊 营养组织是植物的啊 因为植物就是会有营养 分身 疏导 跟保护组织 OK 植物的话就是会有 分身 疏导 营养 跟保护组织 OK 然后呢 接下来第十二题的话 第十二题的话呢 就是讲到 血液是一种流动的组织嘛 所以呢 它就是属于 节地组织咯 呀 节地组织 就是负责要 connect的 OK 所以因为它的英文 是叫做 connective tissue 呀 connect connective tissue 所以 connective tissue呢 主要的就是要连接 一些东西 就比方说 器官跟器官之间 connective tissue呢 有包含着就是 血液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那一个 我们的骨头 还有我们的肌腱 OK 肌腱 肌腱 means that 就是讲 你要把你的肌肉 连接跟骨头 然后或者是 韧带 韧带就是 你要把你的骨头 跟骨头连接起来 韧带通常都是会在 你的关节那边找到啦 所以这一些 连接的功能呢 我们都是称之为 节底组织咯 血液其实也是一样 要连接的 因为它要负责 把我们的一些的物质 传送到 其他的地方 就是我们血液 其实是可以帮忙 我们输送 我们的氧气 二氧化氮 或者是营养物质 甚至是废物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要靠血液 来帮忙我们运输的 所以能动的呢 跟连接的呢 我们都是称为 就是节底啦 你看 节底咯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第十三题的话 肌肉组织呢 肌肉组织的话 它就是具有 收缩跟书章的功能 我们之所以可以动呢 就是因为那个 肌肉组织 它就是收缩书章 拉我们的骨头起来咯 你看 拉我们骨头起来咯 所以呢 我们的手就是可以 伸直跟折起来 脚也是一样咯 可以伸直跟折起来 头也可以转咯 你看 所以呢 这一些就是因为 肌肉有收缩跟书章的功能 把我们的骨头 拉起来咯 你看 因为肌肉跟骨头 它们是连接的咯 它们就是因为 有这一个所谓的基建 你看 不懂这一个 能不能写 基建 有吗 有有有 基建 所以英文我们是叫做 Tendon OK 所以有时候你吃的那些 西餐 它有多一个的 基建 Tendon 那些牛啊 牛爬 羊爬 跟鸡爬 那边啊 还有讲基建 Tendon的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讲到某一位同学 他不小心用针刺到手 顿时呢 感觉到疼痛 所以这种感觉呢 主要的就是因为皮肤里面 它就是会有神经组织咯 因为毕竟我们神经组织里面呢 我们就是会有感受器跟效应器 只不过这一个呢 是你们初二学到的 我们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感受器 OK 所以这个感受器呢 它就是会被刺激到 感受器就是 比如讲你们的痛觉咯 你可以觉得痛 你可以觉得冷 你可以觉得热 然后你可以觉得某一样东西就是软软 你某一样东西觉得硬硬 OK 或者是滑 或者是出灯 这些都是我们的感受器得到的 OK 所以感受器它就是会被刺激到 然后就传去我们大脑 所以我们大脑就是会分析聊 就告诉我们 这一个东西是怎样的 OK 所以这一些 其实一系列的这一些东西 都是神经 神经系统那边 所以因为神经系统就是会由器官组成的嘛 OK 所以我们的脑跟脊髓都是一个器官咯 好 所以这些脑跟脊髓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就是神经组织咯 因为组织变器官 气官变系统 OK 所以第14题是 C啦 然后至于呢 第15题的话又是怎样呢 第15题的话就是 Dongki啦 OK 因为眼球是一个器官来的 所以ABC都是系统 所以ABC都是系统 D是错 因为D是眼球 因为它是器官 ABC都是系统啊 所以我已经写给你们了 A就是消化系统 B就是泌尿系统 C就是呼吸系统 这一些都是可以在你们课本里面找到啦 OK吗 好 OK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接下去就是填空题那边哦 所以填空题的话呢 你们可以填下去啦 OK 可以写下去咯 所以第一题的话呢 就是一个细胞分裂了三次 OK 好 所以它总共就是形成了八个细胞啦 所以之前我就是有跟你们讲过 它的公式呢 就是2n次方 OK 2n次方 所以呢 这一个2n次方的话呢 就means that 就是它分裂多少次咯 所以比方讲 它分裂三次的话 我就乘三次 就是2乘2乘2 三个2 OK 所以它就等于8 然后如果它分裂四次的话呢 我就乘四次 就是说四个2啦 2乘2乘2乘2啦 OK 所以以此类推 所以n呢 就是代表着它分裂多少次咯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咯 就这样算吧 OK 就只是你不要粗心啦 你粗心的话 你就会算错咯 OK 所以就是八个细胞啦 然后第二的话呢 就是讲细胞 它就是会分裂 生长跟分化 你才会长高 OK 所以我们人类呢 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高呢 就是因为细胞 一直不停地在分裂 生长跟分化 然后第三的话呢 细胞在分裂过程中 它的那个染色值 会进行复制 而数量增倍 所以我们不写染色体哦 我们写染色值 因为染色值 增加了 它复制了 它过后才来 收缩变成染色体 所以我们不写染色体啊 我们写染色值啊 OK 记得哦 因为染色值 它是很散乱的 一个遗传物质 它要先复制 它才来被压缩 变成染色体 过后细胞才来分裂 所以我们写染色值啊 不是染色体啊 然后第四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咯 植物它就是会有 六个器官 它完全不 所以根茎叶 就是属于营养的器官 然后花果实跟种子呢 就是属于生殖的器官 营养的 就是要让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 跟运输那些水分 无机缘跟有机物的 那一个器官 总之就是包含着营养的 就是让植物摄取营养 或者是制造营养的器官 所以我们都归类为 营养器官哦 然后花果实跟种子呢 都是繁殖的啦 OK 然后第五题呢 就是节词啦 运输跟知识功能的 我们就是叫节词组织咯 然后第六题的话呢 就是心脏跟血管啊 这个就不用看了啦 因为毕竟 我已经是把那个slide 放进去你们的GC了 所以呢 你过后你就自己 翻开看一下咯 对吗 OK 所以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接下去哦 所以你screenshot起来啊 OK 所以呢 我们再接下去哦 OK 一个字罢了啦 不会很久啊 OK 所以再接下去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化线的咯 你看 化线的部分哦 所以呢 植物 它就是会有四个组织 你看 植物就是会有四个组织哦 所以它就是会有保护 疏导 分身 跟什么呢 OK 保护疏导 分身 跟营养 保护疏导 分身 跟营养 可是呢 它多了一个人类的 OK 所以就是 就是玩野 所以主要的就是要弄你们 confused 所以考试呢 它就是这样咯 它会放到一大堆植物的 可是呢 可是呢 就是多少 它会多了一个人类的组织出来 呀 所以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看得到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血管呢 血液嘛 就是节液咯 刚才我们就是联系上了 两三题 就是关于到血液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节液咯 你看 然后 叶片的表皮就是保护 OK 然后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 就是叶脉中的导管 就是苏导 然后根间 牙间呢 就是分身 然后皮肤的表皮一层 这个就是人类的 所以它就是上皮 当然血管就是节液咯 看 所以这一个就是人类的 人类就是会有上皮 结液 肌肉 跟神经 组织 OK 可以吗 这里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那一个课本里面 确实是可以找到的 OK 所以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接下去 所以就是第一题的时候 做答题 所以这个我就拉下来 我先 OK 所以拉下来 所以拉下来的话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这 这一排 六二的 这一个植物的结构 所以全部都是 它的器官 跟它全部都是它器官 所以 这个第一题 我就不写在旁边了 因为它就是叫我们填表 跟它就是把 你的答案写进去 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第二题的话呢 就是讲该植物属于被子植物 为什么我会懂它是被子植物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叶片 它就是会有网状叶脉 它又可以开花 这个你看很明显的一朵花 漂亮的花 所以呢 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呢 因为被子植物 它就是具有根茎 叶花 果实 和种子 六种器官 如果子植物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假花 跟假的果实 OK 它的果实跟花 都是假的 OK 所以它的果实呢 也没有像跟被子植物 这样开得那么显艳 而不是 那个花 OK 它的花也没有像跟 那个被子植物 这样开得那么显艳 OK 然后再加上 它的叶片那边 它的平行业脉 跟网状业脉 也不明显 OK I mean就是罗子植物啊 所以呢 从这一些判断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可以讲 这个被子植物 它就是会有 具有这六个器官的 OK 罗子植物是不会的 OK 罗子植物的话 比如讲 那一个苔藓 苔藓 它是有假根哦 OK 它有 金跟叶 可是呢 根它是没有 因为它是假的 OK 苔藓它也不会开果实 OK 苔藓呢 它也是没有 种子 可是苔藓 那一个是 那个是包子 那个是包子 苔藓是包子 然后罗子的话呢 就是比如讲 蕨类 然后或者是什么 蕨类呢 或者是松树 然后再接下来 第三题的话呢 第三题 因为你们的 那个作业部那边 它 它没有 够的位了 所以呢 我就拉下来 所以如果你不够位的话呢 你就在这里写咯 就是你的作业部下面 白色的部分 空白的地方 写下来你的答案 所以这个为什么它讲 它是属于营养组织 营养器官 所以刚才就是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说营养器官呢 就是让植物得到营养物质 跟足够的水分 还有得到 还有得到足够的那个无极盐 所以呢 这一些呢 除了运输以外 它还是要有 就是包含着那一个 进行光合作用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叶子呢 它是可以制造营养物质 因为叶子 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嘛 然后茎呢 茎跟根呢 它们就可以帮助植物 获得那些水分 无极盐 甚至是输松咯 所以这一些都是 跟营养有关的 所以第三题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然后第四的话 结构层次 你看又在重复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张呢 它就是一直在重复 同样的东西 然后至于那个作业部呢 之前没有教的同学呢 我就不讲那么多啊 OK 所以呢 我就是打算 你们复课回来的时候 我再来慢慢处理啊 OK 那一些没有教功课的啊 你不要以为 你一辈子都可以躲着我啊 回来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我 那些没有教的 你就要补教啊 跟你讲 OK吗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接下去啊 OK 所以再接下来 就是那一个 这OK吗 可以吗 所以OK的 我要 我要continue了 我拉下来的 OK啊 所以你screenshot下来啊 OK 所以如果你来不及操的话呢 等一下你再来 继续啊 所以我先拉下来先 好 所以screenshot啊 然后我再拉下来先 我看一下还有 还有一点点罢了啊 OK 还剩下一点点罢了 所以第二题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题 所以整个人体都是由 A细胞发育而成 A细胞就是一个受紧乱咯 OK啊 我们其实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我们的发育起点呢 其实就是受紧乱 OK啊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我们的发育起点 都是受紧乱 OK 受紧乱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精子跟乱子结合 就变成受紧乱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 A呢 A跟B呢 它就是 一直分裂 分裂了过后呢 生长 然后再来变成分化 然后分化成不同的 那个细胞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些细胞呢 它就是会构成 比如讲 这个上面的 就是一个结底组织 我认为它应该是韧带啦 你看 它好像是韧带啊 所以虽然 那个作业部看起来 好像是很不明显 我认为它是韧带啦 然后呢 这个下面的话呢 它就是神经组织 然后这个就是 上皮组织咯 最上面的这个呢 它就是肌肉组织啦 OK 它可能就是一个心肌啦 你看 心肌啊 所以呢 过后这些组织呢 它就是会构成 那个器官 器官了 再来构成我们的 那个系统咯 所以这个 是我们的肝 跟我们的胃嘛 所以肝跟胃呢 就是会构成一个 消化系统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消化系统咯 你看 所以因为我们就是会有 肝跟胃嘛 所以这些都是消化系统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第二题的话 你就是可以看到 A细胞就是会透过 通过细胞分裂 形成B 然后在此过程中呢 染色质 它复制后 形成的形态 数量完全相同的两份 分别进入两个 新的细胞咯 所以你看 我们一直都是会用 染色质 当然我们还是会有 染色体啦 染色体呢 就是它细胞分裂 的时候 那一当中呢 它就是会把染色质 压缩 变成染色体 OK 那么它才会比较容易分裂 可是呢 通常我们解释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讲染色质啦 毕竟你们初衷 你们不需要解释到 那么详细 那一个是高中的 A 然后第三的话呢 人体具有 而植物没有的是 鱼啦 所以记得 构成一个个体的话 植物是直接挑的 植物是会直接 从器官去到个体 人类的话呢 它必须要过系统 OK 人类的话 或者是动物 它就是要先过系统 才来到个体 OK 所以 看到这里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就是要接下来 因为毕竟第三题 有一点长 所以第四题的话 就是保护功能 C OK 右下角的细胞 它就讲右下角 所以这个是上皮 所以它就是会有 保护功能 OK 给到那么多行 其实就是这四个字 罢了 OK 四个字罢了 我拿一点 我highlight起来 会比较容易看到 OK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是要讲 关于到分裂 大致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要解释 整个分裂的话呢 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植物呢 它细胞分裂前 它细胞和里面的染色 只会复制一次 所以它就是会平均 分成两等分 然后呢 并向细胞两端移动 两端移动 这个 这个 移动 移动 并向细胞两端移动 然后呢 细胞核 便由 一个 分成 两个 等一下 然后过后呢 这个呢 它就是随后细胞值 就是会分成两分 然后每分 含有一个细胞核 然后 最后最后 last的最后一个呢 就是讲 最后在原来的细胞中央 形成新的细胞膜 和新的细胞壁 这个就是植物 然后如果你讲动物的话呢 它就是会改了这一句 它就是 它的细胞膜 动物啊 它这一句呢 就是讲 最后在细胞膜 中央 然后向内凹陷 动物的就是这样解释 OK 动物跟植物呢 它大部分 它的过程都是一样 就只是最后这一句 植物的话呢 就是讲细胞中央 形成新的细胞膜 和新的细胞壁 如果你讲动物细胞的话呢 它就是讲 最后在原来的细胞中央 OK 不是 最后在原来 细胞的细胞膜中央 形成向内凹陷 所以就是最后 它会在它的细胞膜那边 向内凹陷 这个就是动物了 OK 然后细胞就是会 分裂成两个细胞 植物呢 它就是会形成 新的细胞膜 和细胞壁 动物呢 它就是会把它的细胞膜 向内凹陷 OK吗 可以吗 所以呢 那些分组 那一个project啊 所以我再提醒多一次 那些project呢 所以就不要随随便便 自己分组啊 如果你分组的话呢 你至少要告诉我一下 就跟着我之前 给你们的那一个名单 如果你要分组的话 你就自己协调 就自己私底下协调 OK 不要分了 什么都不告诉我 对吧 分了 协调一下 然后协调好了呢 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 就是自己自动自发 OK 不要等到你们的主言来吹 你们才来动工 对吧 所以因为这一个现象 其实是你们上到大学也好 还是上到高中都好 OK 所以还是会repeat的 所以你们还是一样 会有这一些project 然后还是一样 会有分组的活动 所以呢 就是不要 尽量不要拖人家的后腿 明白吗 如果你一直拖人家后腿的话 其实人家就是会知道 你的pattern 然后过后 今年 你应该是可以得过且过啦 可是明年呢 后年呢 大后年呢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对吧 所以那些懒惰的啊 或者是你一直拖 一直拖 一直拖的啊 请你们要改掉这个习惯 OK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提醒 不要给人家知道 你是这样的pattern 到时候就没有人要跟你同组 你看 所以就现在就要改成这个习惯啊 所以这个project 其实是一个人是可以做得完的 只是呢 现在是要培养你们的 分组的 你们的teamwork啦 OK啊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现在我们meeting还少过一分钟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会可能会突然间断开啊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一些超完的同学 什么 什么事 马铃薯不发牙 怎么办 马铃薯不发牙 马铃薯 它不发牙的话呢 可能你是怎样种 就放在土啊 放在土里面 OK 其实是这样 你马铃薯呢 你可以try看 就是你放在室内里面 然后你洒了一点的那个水物 它就是要潮湿 它过了一阵子 你不要先埋在土里面哦 你先放在厨房啊 还是阴凉的地方啊 你就喷上一堆水 我就把它放在土那边 然后 然后我就一直搅水啊 然后搅放了很久 然后它都没有发芽 可能那个水太多 它烂掉了 我是觉得烂掉了 我觉得应该是烂掉了 你可以try看 你可以try看这样 就是你放在厨房 你不要放在泥土先哦 你就放在纸袋里面啊 还是什么 你就喷一点水物 你看它的那个四周围啊 它有多吐了一些牙的话 你才放在泥土里面 你不要放在纸袋里面